重庆十个5A景区你去过几个 1.大竹石刻 大竹石刻位于重庆市大竹县 是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和顶尖之作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八大石窟之一 大竹石刻始于晚唐 生于两宋 有磨牙照相十万多尊 其中以宝顶山和北山石刻最为著名 大竹石刻与北方的石窟不同之处在于 人位坐于神位 在大竹石刻中 有不少民间生活的表现 让人感受到隆隆的生活气息 也是唯一三教合一的石刻 代表石刻有千手观音 卧佛像 六道轮回 九龙玉太子 华言三圣 二 乌山小三峡 小小三峡 乌山小三峡 小小三峡 被誉为中华奇观 天下绝景 是中国十大风景名顺区之一 小三峡是龙门峡 八五峡 低醉峡的总称 全长五十公里 峡谷内不仅雄危险峻 气势磅礴 悬观自新 战道自迷 也让人产生穿越时空的历史环象 尤其到了深秋时节 满山遍野的红叶 更是吸引了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 小小三峡 是长滩峡 秦王峡 三村峡的总称 因为比小三峡更小 顾名小小三峡 小小三峡 被誉为全国最佳漂流区 被称为中国第一漂 三五龙卡斯特 五龙卡斯特旅游区位于重庆市五龙区 拥有罕见的卡斯特自然景观 包括溶洞 天坑 地缝 峡谷 蜂虫 高山草原等 形态全面 是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卡斯特的一部分 是峡谷卡斯特的典型代表 景区包括天星山桥 龙水峡 地缝 仙女山 芙蓉洞 这四个主要景点 四 有阳桃花园 有阳桃花园景区位于有阳县城旁边 主要由桃花园 福西洞和有阳古城组成 据专家考证这里就是桃园名底下的室外桃园 每年三月至四月到此可以体会一番桃园名底下的 枯逢桃花名夹岸数百步的景色 是现代人远离城市喧嚣不如情景田园 探寻科学奥秘回归绿色天堂的好去处 主要景点有室外桃园太古洞 有阳古城 桃花园森林公园 桃花园广场 桃花园风情小镇 二有三室外桃花园文化主题公园 桃园大舞台 五万圣黑山谷 黑山谷景区位于重庆市万圣金开区 由黑山谷龙林石海两个景区组成 景区的特点可概括为 U 险 齐 秀 四个字 这里三高厘米是天然的大氧巴 夏季的气温也比城市低几度 从庆级周边市民常在炎热的夏季到这里 感受峡谷的音量和吸水的乐趣 主要景点有十米峡谷 鱼跳峡 飞鱼铺 中国百目大 六 南川金佛山 金佛山位于重庆市南川区 主封凤凰陵为金佛山最高峰 海拔2238米 每当夏秋晚晴 落日余晖 把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 如一尊尊今生大佛闪射出万道霞光 壮观而美丽 因而得名 目前景区开放西坡和北坡两部分 两坡都有所到 可选择西坡上北坡下的方式来游玩 游玩金佛山一般至少需要一天 主要景点有碧坛幽谷景区 金佛山绝壁战道 金龟朝阳 金佛市 世界野生杜尊公园 生态实名 七 江津四面山 四面山位于重庆江津区境内 因山脉四面围绕 所以叫四面山 山市南高北低 景区与原始森林为基调 瀑布景观为特色 丹霞地貌 溪流 琥珀等点缀期间 至今保持着原始自然古朴的生态环境 四面山的瀑布最为有名 有大小瀑布一百多处 其中望香台瀑布高达一百五十二米 宽四十米 位列中国高库之首 主要景点有山水光影互动业公园 望香台 府地盐 龙潭湖 红海 珍珠湖 潮原关 灰千盐磨牙壁画 四面山少年寺 惠龙庄 飞龙庙 八 云阳龙岗 云阳龙岗国家地质公园 是一个深五百五十米的 虽然形天坑 钢类壁如香 钢底 信息涂翠 一形成为一个天然大石钢 因而得名龙岗 景区类地貌奇特 龙洞密布 极雄 奇 险 菌 幽 静 秀丽 各种神韵 主要景点有龙岗 龙洞 老崽子 音乐洞 大安洞 石笋河 云端 狼桥 骑山草场 9. 蓬水阿一河 阿一河地处重庆市蓬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苗家人把善良美丽聪慧的女子称为焦阿一 阿一河因此得名 阿一河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原生态景区 山上可以看自然风光 山下可欣赏民俗风情 是夏季避暑吸水的好去处 阿一河漂流分为上下两个半层 其中上半层水面平静没有激流 下半层河道比较湍急 途中有激流险滩山处 其中一处最为惊险 主要景点有千步梯 八山狼亭 主板桥 青龙谷 青龙桥 青龙攀登 西礼堂 鹦鹉侠 柳角寨 青龙洞 我唱着这首歌早已经最蓝了 重庆的味道 那的不得了 十 前江着水 着水景区是新重庆十大地标名片 位于重庆市前江区着水镇 着水古镇源于唐末 繁盛于明清 是民俗风情浓郁的商贸籍镇 古镇接下格局保留完整 融合了土家文化与汉文化 是玉东南地区最富盛名的古镇 主要景点有着水古镇 世界第一风雨廊桥 蒲花岸河 蒲花河 休闲农业体验园 这就是重庆的十个5A景区了 我是莫莫 大家记得关注我 然后点赞转发收藏都走起来哟 下期呢我们再一起聊一聊 四川的十五个5A景区 拜拜